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常規賽 採取辯題為佳芳 在香港現金經濟環境青年創業更性打工 佳芳在香港現金經濟環境青年打工更性創業 對賽三方為佳芳 武漢股白珊妍李小中紀念寶寶 佳芳為寶禄石書院 請讓我介紹雙方的見源 隔方主變為方崇月宏寶 第一副變朱家雲寶寶 第二副變劉宏寶 第二副變莊鄭忠寶 第二副變莊鄭忠寶 第一副變王仲瓏同 第二副變李麗玉同 第二副變李斯文同 第二副變李斯文同 這副變執自招 abrasion 而是… 天主教布得姓昇浩 葛林辯苑 圖籌教練王一名 hd 一填 一場比賽可以 准讀方法 公辨一副二副自由 辯論集結讀 curs 翻譯時間為4、3、3、4,公便周圍會放2分鐘,自由結論周圍會放3分鐘 每次翻譯時間如結前30秒會有一燈的一燈子, 到裝則會有兩燈的提示,超時15秒將會連燈記下 詳細的賽關已經是之前發布比賽參賽的學校請問雙方主編隊參加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教科的主編發言,你有4分鐘拍攝時間請請請請請請 各位大家早晨! 本週有兩則新聞,不便提及相關 星期四,消費公公公報,雖然性價值得持續下跌,第3港稅率上的倒比,百姓反例1% 同期,利得稅率升兩成,所以等待費收入多了4% 反映打工仔云少了 但财务呢 運送和盈利都是上增長 星期三 一路通知 兩千人參加打工仔 高度爆帶有幸 轉發單位職工民 是由政府拖完標準工事 拖花 由打工仔甚至加班加力自殺 越超級抬戰後 到他們 可不可以不上班 這麼理想多年的處境 政府都不肯幫打工仔 只是呼籲伴主致論 各位 這兩單新聞表達出什麼信息 就是今時今日 但是在運打工 保障難有寸張 鄉山流行難 生肥之下 肯定蔡葉之風再起 前幾天都又改善 今天面題的主角 青年 凡子八九十後 兩代香港人 他們經歷金融風暴 和改善成家大學生 人工加得馬 和他們父母當年 一年加兩三次人工 超前一定補水的黃金年代相比 不可同一二餘 但今晚第一人說 蔡葉多難 做維富年高 怎會是更好的選擇呢 你們看看這個問題 我發現維關要再來兩點 一 無論創業或打工 倒是想成功 所以今日更勝 這個標準 應該是比較哪個選擇 更以突破而出 二 邊題的 胭子明 在香港和英制環境 我們的討論焦點 就應該在普遍的情況 而不是各邊突出的例子 斷漲隨意 以下 我們會從客觀條件 和人生規劃 兩個層面分析 客觀條件這個層面 包括環境和時勢 要比較起來 香港的營商環境 一定完成打工環境 還有簡單的低稅制 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 又見全法制和基建 已經連續25年 不容得全球自由經濟體 這些都是無用自已的營商優勢 有方向 最重要是 近年政府積極推進創業 先頭推出更新措施 創業基金 就已經有31個 又復活鏈首次的商業筆記稅 復退中銷期減稅等等 相反 勞工權益差到一個點 世界經濟論談最新競爭力報告 香港香港勞工全一方面 竟然得零分 雲工資產在香港投資源 算極限中 一方面 有錢人多到最新的全球富豪報告 貴力握手 有錢人帶來融資和商機 對創業很有利 另一方面 貧窮人口升幅138萬 其中60萬 卻是在職貧窮 即是打工更多 拿一扇門 創業和打工有方 你說為何 如果說打工比賽業的優勢之處 就是夠穩定 他可以說進行經濟環境 人工日常有的家有少少床 可惜只是表面瘋狂 正常是從04年到15年 打工仔的人工去扣除通脹之後 11年間實際的生長只有0.5% 但樓價從火箭上升 子女教育開支到家得多 想追求向上流動 唯有就電話才職 但人口老化 要等上司退休 等到幾時 相反 他們創業的阻力大減 多得科網突破 不留 香港創業最難的就是貴租 但現在又沒見到 人人都去全球收成的原本生意 不用租好 一個亡神州 中國署8年以來最強的經濟 一場大環區發展 既然比香港任何年代都多 所以那個時勢 都是創業完成 最後講人生規劃 青年期 如果有15年的時候 他們的夢想和重型 也累積了經驗和人物 最重要的是 還可以承擔風險 就算失敗 最多就是從頭即上 更何況先要插 四成的青年有庫光 創業虧問父母借錢 就算不借 起碼不用給家用 可以說 跟任何代相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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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問我方 今天青年是否不應作業 今天我方 但你並不是 今天作業只是陷於一些有人力又足夠社會基本人士才能夠做到有成功率高的作業 謝謝各位 对方选择发言是4分10秒,无消息不需要扣分 接着来是公辨环节 公辨一方可自由挑选对方一位辩元回答问题 并打算对方发言追问 回答方不得反问,也不得打断公辨一方的发言 若有违规,公辨一方可以即时指出 评判认同可以直接扣分,每次扣除一分 如果公辨一方如想发言 全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扣分,参认双方有问题 请人们注意,填写公辨分子的时候 请特别留意填写的次序 对面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答应的分数 请正方自由派出委面连助公辨 请你自由选择反方委面回答 LTV 正方公辨时间开始,有两分钟的训练时间 有方同学,你说创业没有前景 跟这间中小器的数字提供增长来得上急升呢? 今天看到原来,今天创业的失败率是比 今天打工仔更加高 请问你如何证明创业的失败率比打工仔更高呢? 今天我方主要提出数字和方论证 好了,你说创业的失败率比打工更高 但是问题是,你打工 但是你创业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说法,全球的创业失败率都高了 是不是全球都不适合创业呢? 今天我方并非说,今天创业不适合青年 因为青年没有人物,也没有社会的工作经验 所以不应该创业 青年怎会没有人物呢? 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些政府有出一些青年创业的课程 可以帮他们证明人物 而且他们的资金都可以有政府的基金的网络 请问又会为何要证明人物呢? 今天我方所谓的青年,他们的人物只在同在于现在的朋友圈 但今天创业需要的是住民事 例如会计或筹划等的工作的时候 有分同学刚刚跟你谈过 正常有出一些创业的课程可以帮他们继续任吗? 但今天创业的课程,有分同学都会说 今天出的课程是帮助青年 青年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累积会计或是这些货币的工作经验呢? 有分同学,我们回到我的问题先不要再走远了 有分,你说是创业没有前景 但是越来越多人创业这个反景 肯装小技术而自足增长这个问题 请问为何会认为创业没有前景呢? 越来越多人创业不代表创业是成功的因素? 我们是说的 如果创业越来越多人创业 那另外一个没有前景,一个不成功的行业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做呢? 是因为我方所说的,是青年创业不行 他们根本做不到 加上今天见到的成功率特别低的时候 他们创业根本不可以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被青年创业 好,有风同学,你说香港青年和我仍适合创业 但是我们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香港是025年,我觉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有什么创业环境比自由经济更好呢? 但是今天讲的是青年变成功的 青年和有风同学 我想给你澄清一件事 我们这边就是说香港现金的经济环境 都变成经济环境 青年这些事是个人的逃避 不涉及我们今天济环境的范围 谢谢 正方,教育开工练时任务 现在去到凡方的工练 请凡方指楼派出去 记住凡方的工练 先选择开正方的工练 先选择开正方的工练 凡方的工练时开始,你有两分钟的计划 请问有没有承认创业成功 需要人的需要经验 以及需要一个创业的点子 看看你的创业是有什么样的企业 有没有你觉得创业需要不需要这些东西 你直接回答我需要还是不需要 我觉得一些很简单的网店是不需要的 有没有你觉得网店是属于什么范图呢 既然这么简单的时候 你的所谓的更性能在哪里呢 可能再讲回既然需要这些东西 可能也承认是需要这些东西 请问你要怎样帮到青少祝有这些东西呢 不是的,我刚才是说网店的不需要 有没有冤枉的我先说 有没有,是否所有的创业只创作网店 我只是说有不同的工作 有不同的创业是你要我提出的 有没有,你不如论证一下网店 究竟属于创业范图 我们看到原来创业需要有创业登记的时候 网店能不能做到再者 假如你是一个小规模的网店的时候 怎样帮到青少祝呢 既然网店要创业登记 它不是创业网 它创立了Task比自己的公司 但是有没有,你回答我先 既然在需要那三种因素的情况下 你的课程,你的基金,你的政府帮助我帮不帮到 你又说不需要 我都说一些简单的企业是不需要的 那是否一个没有人物的青少年 它就可以成功创业呢 没有人指出过青年必定没有人物的 那有没有人,你解释一下 怎样帮到人物 类植 怎样类植呢 青年是一个广阶段来的 好像香港青年协会 它的结出青年都是21至21 你知不知道他需要什么青年 需要什么人物 那就看看你会发展哪一方面 不同方向的人物 你都要有客人有合作伙伴 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人物 再者除了一份之外 你还需要经验 请问有没有来这些社会的经验 这些工作经验你要怎样获得呢 没有人一出来就可以 那你创业也可以累積经验 没错,没有人一出来就可以 但是有没有来解释一下 既然我们创业是需要一些经验 我们需要一些眼光的时候 需要一些市场触觉的时候 有青年如何做到 那既然有些知名 本身有这些个人因素 怎样本身又有风陶需要解释 就是想指出这是个人因素的问题 有些有个人因素 什么有个人因素 我们看到是否所有星条 一出生就有事不够认识呢 官面文字结束 现在能够回家库便发言 有三个时间准备了 才能够识识识识 主席评判有风陶在座位 大家好 祝你有方立场 第一 有风险 有机会失败就不做了 有什么是没有风险的呢 还是一个粗创的企业 打工买楼都有风险 买楼以前发生过危机 有人负资产 打工 你可能填工失败 可能被人解雇 既然有风陶觉得打工没有风险 请可以提出第一次填工失败 或是之后本工失败 被解决的数字 凤质打工一样有风险 第二 有方认为一做就要立即做 我刚刚都说过了 其实香港青年组的结出青年 是由21至40岁 有方和我若然根据这个15至20岁的话 这个结出青年的选举 恐怕要说 要变成结出中年了 谁说我加入青年 一定要立即创业呢 有人不让他们累積经验吗 所以有方认为 无论他们怎样累積都好 都不可以创业 否则有方和我便不成功地反正这个变态 第三 有方和我认为有工作需求 就等于青年会做 但是有方和我所说的 私人公司努力需求是什么呢 是低的洗碗数价 还是高水平需求的职位呢 有工作的提供 不代表他们可以做得到 请有方和我清楚指出 这些工作的职位是什么呢 在这里重新我方标准 第一 不看个人因素 只是看环境 经验人物 和个人事 这些正是个人因素 有些可能本身 具备这个国际事 有些没有 我们不能够说 一个青年本身 个人可以影响的因素来判断 我们要看今天 现时香港的经济环境 是否是一个很好的前景 给这一个创业 如果好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说 去任性打工 第二 哪个人要用青年脱命而出 因为风险低 稳定是否有好的人 我稍后补充 来到这里 无法能发现双方的意图 共识在于 有方和我认同创业 承误了这件事 但根据在于有方和我认同 是过于悲观保守 求稳而不求变 但打工是否真的这么稳定呢 其实是的 是稳定的差 首先 务工权益 稳定的不颠 零分的务工权益 公司全球最长 价钱的数码是尾四 下资劳选 中选 不计工商 还没有标准公司 其次 人工稳定的最不上 每六个打工仔 就有一个在职费共 统计存同自出 2018年 选定行业 一年人工升幅只有百分之一 但通胀是百分之二 险路 楼价值升了百分之十五 港人要吾有 吾食二十年打工 才能买得起楼 买得来到 真是已经到了中年了 所以说 有方后中的稳定 只是稳定的慢慢的通胀 打残稳定的 莫属 反观香港创业 前有政策支持 前方面有每个项目上下 但一百万的青年发展基金 还有很多私人提供的十亿 四亿等等的硬打IoT 提供的资金等等 青年共享空间计划等等 也会提供不同的共享空间 给他们创业 后有环境配合 最自由经济体 但市场小政府 很简单低税制 都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创业利好的 最后有方后 若然要政立预方 就必须要证明 为何在二十多年的青年阶段之中 一次的创业都不应该尝试 而是应该打工打杀他 若然有创业的念头 有创业举动 就即是在那一刻 他胜于打工 所以从有方跟我证明 这件事情 否则隔方已经承认了 多谢各位 隔方第一副变发言时 有为三分零八 预渡超时无需扣动 现在车由月方第一副变发言 你有三分零两副变发言时 准备车准备车准备车准备 准备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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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你是否知道青年初出茅牢是因為沒有經驗而不適合創業的特質 你才要將這個定義定成這樣 今天有方堂有三大六點 第一是基於客觀環境 有方堂說現在打工很慘 他們人工很低 現在香港貧富不少很嚴重 富人很有錢 但很多人都是在職勤窮的 我們就去創業了 就想問有方堂 你知不知道在職勤窮的人是甚麼人呢 那些都是從事低下階層工作的人 想問有方堂 你是不是覺得 你是不是在建議這班人去創業呢 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實際上有沒有能力去創業呢 何況其實我們見到 其實一直以來雖然通脹不斷加緊 但扣除通脹之後的實質工資也不斷增加 甚至是年薪過千萬的打工王 他們其實這麼多年來的數目也不斷增加 打工的環境是否真的有方堂說這麼差呢 第二個論點就是 看這個時勢 有方堂說現在我們看環境 好像有很多很好的因素 現在就覺得 看到這些有很多很好的因素 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人去創業了 所以那些人應該是因為覺得很好的因素 很容易成功所以才去創業 但有方堂根本沒有說過 成功的人有多少 有沒有多過呢 而我們看到失敗率是非常之高 我剛主編已經說過 其實失敗到這麼高的時候 但原來你又能做不到成功率有多少的時候 根本我們看到失敗率高 但他的代價也都非常之大 就是你會失去了你創業的金錢 失去了你的心血 還會失去你可以打工累積經驗的青春 而有方堂是否為了你去搏 一小部分的成功的渺望的機會 而付出這些東西你都覺得值得 亦都覺得是更正打工呢 甚至乎有方堂你自己都承認 打工是更加穩定的實 你現在去選擇創業為真的適合的做法呢 第三個論點就是可以做這個人生規劃 有方堂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就是你都知道要有一個人物有經驗才可以參與 另一方面說 其實他親眼本身就是有的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有課程幫到他 究竟這些經驗 人物是本身人生就會有的 還是因為他們要上學才能學到呢 而且還要上學都未必一定學到 例如你的人物 你學的都不知道 都只不過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學 但你需要的是有不同人生經驗 和有不同範圍 知道不同知識的人 但你在學校未必學多的時候 有方堂理好 不如跟我們論證一下 究竟成功有多少位 各位 以方大家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表 無知時無消靠分 接著下來是 嫁方米爾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我想去計算一下 再次去計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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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計算一下 其實我到今天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何有這麼執著於青年的標準 是甚麼 聯合國雖然說15至24歲 但我方說了 青年相會就說21至40歲 可見不同的機構 對青年的定義是不同的 那 難道你說青年相會是錯嗎 其實可見青年是沒有絕對的年齡定義的 就像我方便員所說 青年其實是一個人生階段 說的是脫去消息 然後到達充滿人生月曆的階段 各位大家好 今天吃了早餐沒有 我今早就吃了BYJ的蛋糕 Beautiful的花茶 Be perfect food的果乾 這3個品牌可能大家聞可未聞 但其實3個品牌都是Instagram的網店 大家會問你吃過早餐有甚麼特別 特別的就是今次今日又來幫忙的發展 現在的初創企業已經不用再挨貴租了 就像剛剛說的蛋糕、花茶、果乾 這些店舖都可以直接開網店 再看看3個品牌的創始人 原來3位都是女性 有位還在媽媽 10年前幫忙沒那麼發達 他們別無選擇自行辦公 條路是怎樣 就是你不可以大小朋友辦公 不可以選擇再加辦公 沒有彈性的上班時間 轉眼加10年過去了 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勞工保障原地搭煲 但與此同時 創業環境一直向好 家庭主婦想做不少生意 在過往是觸得可及的幻想 但現在是觸手可及的理想 有方不是不重要 因為有方還有更多事情是不明白的 例如有方所說的打工好了 其實有方你今天就漏了 教育成這個字了 因為你沒有做到比較 我已經說過了 打工仔沒有特體行公 沒有最高公司 沒有標準公司 但只說一些坐車 少至落紅月一輪都要上班 還要在打工仔人工那麼低 打足20程度上換到車 原來有方口中唯一的優點 就是穩固 不過這一點也是值得不質疑 因為打工同樣要面對財源風險 就像黃太行公 在17年就財源了一個白癮 原來有方今天又不是反對創業 他只是說青年不適合創業 沒錯 我們有方都認為 這個青年是先需要累積經驗的 除了累積經驗 更加要學風險管理 所以有方絕對不反對 打工先後創業 至於創業 其實他的成本 我剛剛提到 原來是開網驗那麼低 所以青年就可以不停試 現在環境大好 成本又低 青年沒有家庭負擔 不用養兒育女 他怕你失敗 不怕失敗 你試吧 試到成功為止 再不行才再投身 老公市場都行 但是我請注意 今天我們探討的 不是先後持續的問題 而是誰在青年間 怎麼這麼值得做 做生意 講究天時地利人禍 任何我們沒辦法控制 因為700萬人 有700萬種情況 這個道理 我方和出題人都明白 所以原題先會有 在現今香港經濟環境下的經濟資 目的就是要我們審時倒劑 講天時一 東網神州 大廈區一小時生活圈 共有830萬出入境人士 方眼西街 17年的訪客 達到5840萬人 港地利 香港是全球五大 增加得最快的生態環境 是創業失態環境 有方請問你 憑什麼覺得打工被創業更好 多謝各位 非常感謝 desarme 卡卡卡卡卡 四雅車 bishop Hook 接着来,在对方的衣服里面有三个人看你时间,所以我现在再写字 最早各位來到這個位置 讓我們重新審査一下 今天是重點治癌清廉 今天有關準則是特惠而出 今天有關我特惠而出 大家都知道原來特惠而出的只會是小部分人 但青年從來都不是一小說 而是整個群體 為何可以單單論證一小部分人的成功 就等於論證了青少年 但創業是更勝於打工 這個準則由一開始就根本不合理 今天有關差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要求青年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就說青少年有資本 不怕失敗 年輕 去搏一下 失敗了也無所謂 再投入勞工市場 不可以 你有後路 其實我都承認了 原來打工是更穩定 他都更加適合青少年去做 去累積經驗去學習 也都承認了 使打工後創業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你一方都知道 原來他承認了一切打工是另一處的 因為覺得假如我們創業成功了 那就更好了 我從來不敢回應我方 關於任何青年特質的問題 或者用一句說話推訪就說 我們不看個人因素的 我們只是看客觀環境的 但這個從來都不是青少年的高人因素 我們看到普遍青少年都欠缺這幾樣東西 普遍青少年他可能剛剛大學畢業 或者剛剛出社會無奈 他欠缺經驗 這個是普遍情況 普通青少年他認識的分別都是自己的家務 很少認識到一些成功的事 或者很少認識到一些有能力的工作 去創業給客戶 這個都是普遍情況 為何有科學可以單靈一個人 或是推訪了回應呢 就是因為有科學知道 原來手指令是有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亦都會導致創業失敗 所以有科學先推訪不說 而有科學都知道 原來創業成功的只會是小部分人 請問有科學他更性的究竟是哪一處呢 或是適合大部分青年去創業 適合大部分青年去做的打工 才是更加為之更性 好了去到第二個問題 今天有科學想跟我們說 原來我們兩者一樣都有風險 就說原來打工一樣有風險 就嘗試將創業和打工兩者的風險 分斷在那裡混淆視聽 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 為何打工有風險 原來就是國泰會裁員 請問有科學 國泰裁員是何時發生的呢 是否整天發生呢 而國泰這間公司 能不能代表全香港的所有公司呢 我們看到現在創業率是持續低的時候 到今年10至2.8的時候 請問有科學和我們認證 究竟失業的情況是會有多少普遍 以致到你覺得風險十分之大呢 有科學嘗試國泰的情況 根本是完全不合理 有科學都知道 打工的東西都不穩定的時候 為何依然要選擇 堅持去選擇創業呢 讓最後無藍化 有科學帶出一個主觀想法去看打工 就說打工一定工事很長 一定不要不開心 一定有努力權益很低 不如我們看看打工仔怎麼說吧 原來根據青年民建聯的數字 我們看到打工仔一般 只有少於三成的員工 是不滿意自己的工作量 也有超過一半的員工 是滿意自己身受福利的時候 那你覺得努力權益究竟好的草呢 我告訴你 會關第二副辯 發言指定為三分 正如同室前不須扣分 天將將入資入圖畫資 相關具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當多分發言指定完畢 一人將會舒服另一方的勝利時間 下一方便可以自由派出一位 或者多位辯人發現 而滿一位辯人都必須在本環節發現 如果在本環節調查之後 必然再長人士發現 任何辯人發現的話 該辯人所屬的一方 將會被迷回回分構 不關同同同同同 請問雙方對創制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自由任何環節 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人發現 有方同學 根據政府統計處理報告 選領行業2018年12月 相比去年同期的人工 共增幅自有無分之一 香港2018年的樓價 只造比去年上升了17.5% 請問有可能是你們所謂的穩定 是否穩定還是低 要等20年才能上升樓 對港的每一款公司 像總共增幅自 уг 請問何論證呢 就算我計算平均 原來升風也有3至4% 但我們看到樓價每年升風有15% 請問你問的問題是否穩定 稍微穩定地上樓 有位朋友,你之所以說創業可以買到樓 是因為你覺得創業一定會成功 那你不如跟我們論證一下 成功的有多少 我們不是說一定會成功 而是說你起碼有機會可以一本萬利 不是好像有方式打工 做20年做30年都上樓 好啊 我剛才一副的時候已經說了 其實打工王真的年薪超過一千萬的 是越來越多的 那是否你這個情況真的好像理所說 那麼低估 你論證說我們唱必定會成功 那你請你論證 為何你一定會做打工王帝 你首先論證分清楚 你所謂的突圍而出是否能夠適合大部分人 還是你覺得全港青少年 只有一小部分人買到樓 只有一小部分人成功 都等於你已經論證了近世 大部分人就等於好 又說青少年做困難 是否比做有錢人好 那你也要先論證 他做到有錢人的機會 有多少才可以 那即是正式證明了 有方公司 當我們突圍而出的表彩是不成功 先吧 請問有哪個不成功 就是和你指出的人數多 又說他好 有方公司也先成功了 那即是說你今天突圍而出的表彩是沒有問題的 有方公司再次回應 究竟你那個所謂的大工王帝 是否各個青少年都做好 今天是最一個比較的問題 我們見到他打工 他起碼可以拿一份穩定的人工 他起碼每個月有錢收先 你說創業失敗的結果是甚麼 你掌握的結果就是 零搞零不是等於零贏負數 有方公司 沒有人生無法 其實初衣的風險沒有你趕 沒有你無足的原因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 可以創立網店 等身的風險到不大 有方公司 我再問你 今年越來越多人所生辭職 等身成功工 你就知不知為何 他先回應 有方公司網店 網店風險不大 請有方公司論證 網店同樣 如果有方公司 網店同樣都是錯業者 總共的 為甚麼人會失敗 有方公司 不如我計算數 原來在培方 中國的迷租都是四百多元 那你講四百多元 那你講四百多元千年 那你比不遠 另外有方公司 你怎樣解釋 再製培六個打工 一個問題 我原來有方公司 我今天看這些 只是看他租貨 其他成本 如果他要合法經營 還要交合數 等等 電費、租金、交稅 那些是不是像 現在就是說 你做網店 你需要的 不需要去租貨 那些成本低 福利 還有很多政策支援 那這一個是否代表他 風貨比較低 做網店福利 在哪裏有可能 你會這麼多的政策 就是各個不同的政策配合 有我聽不到嗎 那是否個個青年 都能夠成功申請 有方公司的政策 有方公司 想問一下 為甚麼網店會款項 申請 請問有方公司 知不知網店 今天我問的是 有方公司的政府資助計劃 是否個個青年 都能成功申請 當然是個個都可以申請 你申請就可以成功了 有方公司 為甚麼成本低 就等於他必定會成功呢 再者 我已經論證過了 成本不一定低 你需要交稅 你需要核數 你需要交移數 你需要交移數 你不需要交移數 你不需要交移數 請問有方公司 成本低在哪裏 為甚麼成功 有方公司再說多次 今天我們不包生股 不包一份的創業成功 好像你這樣 不敢冒允的人 一定會成功 但我哪個失禮你呢 高公33歲 林可元就用2萬元 成功起家 現在他有幾百億的身家 請問你怎樣 論證這個問題呢 有方公司 那位高公司的老闆 是否先打工後創業呢 我們已經說了 先後次最不同的問題 有方公司 有再去究竟這個位 但我想的也是有方公司 有方公司 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指出成本低 就等於哪裏會成功 我自己和你指出成本低 風險沒那麼大 有方公司的指控 都是風險大 我想問成本低 風險是否的確小一點 有方公司 有方公司都承認了 原來公司 先打工後創業的時候 有方公司都知道 原來累積經驗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那為何我覺得青少年創業 就必定是去打工 是否因為你那個 特惠章這麼少人的成功 先後次序就好像計算 但先為第一 我都可以說 你打工的目的是創業 那創業就很厲害 所以創業之後 次序都沒有任何意 有方公司回答了 是否你風險比較小 為何風險比較小 是否因為成本低 就風險比較小 就算頭的成本 比一般租實體店的少 竟然會有損失 你損失是心理 損失是時間 損失了經營的成本 你會否覺得成本低 或者問你對比起 以前的風險高 現在是否比較小 等等 先問先 有方公司說 你自己一邊說到 你錯完是要用來買樓 我想問你 首先 你是否開間網店 規模這麼小 就可以去買樓 其次 如果你是要發財過來坐 你要投入更大的資本 如果你生日出發財的時候 你成本 你沒了的原因也很大 有方公司 有跟我們說話 我們說 你一開成本兩萬元 你是不是覺得兩萬元 青年比不比呢 有方公司 你又要特惠而出 但是你一開始 你又要特惠而出 但是你又說開網店 有方公司開網店 如何特惠而出 你成本更少的時候 有方公司指出 你所謂的大工 都不能夠買樓 今天拿一項大工 大家都做到幾個討論 比較 是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我們說了很久 有方公司 都錄影 就是它的確是風險比較小 今天有方公司 不成功 證明風險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方公司 穩定的論點 已經不成立了 有方公司 我承認了 原來差異失敗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今天我們見到 起碼你打一份工 你有份量出 你每個月有固定的薪金 這個就是優勝之處 有方公司 很穩定的在職 是和我們的優勝之處 有方公司 為何會在職群體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有方公司不會應 發表這個情況會發生 有方公司的發言時間 有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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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有方公司 看Б 叫喔 乘瘟 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马路上 谁知开到回旋处的位置 一会发现原来驾驶学校没有教到怎么进回旋处 但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大难难逃 我们来到现在这个见面的位置 让我们重新审视辩题中最重要的两个重点之间再作比较 第一个就是创业 有个团队将创业幻想到一帆风顺 现在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 甚至内地都有很多待遇可以给到青少年 譬如大湾区等等 但如果像尤科和我所说的那样要突围而出的话 那就是这样就更加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那里都有这么多人财 都有这么多人财业的时候 竞争不是更加大 但成功率更加低了 更何况现在青少年报入社会 没有经验 没有钱 更加没有人物的时候 究竟怎样会有更加高的成功率 做到有方和我所说的突围而出呢? 再者有方同学就说 创业其实还有很多过程 这样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令到他们有更加多的人物 最后就可以成功创业 但有方同学得了最重要的创业因素 就是要新的点子 人物和经验不分 而这些并不是个人因素 而是现在普遍青年都没有这一样东西 而现在这些过程所教给他们的 只是这些很片面的知识 教不了他们这些所谓的重要因素 出来社会的时候 俗远这个过程出来的社会创业 其实他们最后都要靠自己 好 若光同学这个人说不过去 就和他们说成本 就说现在又有很多资助帮助到青少年了 这些资助帮到多少人呢? 若光同学论不了 即使好 一开始帮到他们创业 其实后期营运青少年也要靠自己的 这笔钱并不能帮到他们一世的 而是之后营运的过程 风险也都这么高的时候 为什么依然继续都要创业呢? 但创业这些资助帮到都给他们的资助帮到轻少年了 或者说原来不用让成本的人知道了 那就是盲目和商量 最后就一败涂地了 而高通学者的网店 其实并不是说业不是低成本的 背后依然需要用很多钱 比如说产品的成本 要交税 要负责等等 如果失败了的话 钱又没有 时间又没有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而尹方龙所说 其实这些失败 并不是简单到好像掉了东西 你收回就可以了 而背后这些心血时间等等 是回不了头的 所以尹方龙的立场 最喜欢这个立场就是 只在乎天长地久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情经拥有 因为青少年现在一无所有 就可以任博 无视他们未来的未来 生涯和博等全部都不重要 只要现在活得开心就可以了 完全不恶视青少年以后的未来发展 好了 去到第二 就说到打工了 尹方龙今天华仲取重 打工严重到好像世界末日那样 尹方龙说现在经济环境很高 青少年很难上位 所以人工很低 尹方龙说到现在经济环境那么差 其实青少年所有的青少年都赚不到钱 那不是更加一脚踏实地去找一份工吗 因为找一份工你至少会有收入 而创业呢 创业你一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今天有方同学 所以今天另外的就是 而有方同学一直提合的在职贫穷等等 这些叫劳动职业 其实他一半落就无资金 又如何可以创到业呢 来到最后其实今天有方同学 只是认为普洛存在于主公的心 不在于客观的事 认为打工开不开心 就只是在于自己的心态 打工不好是因为他怀着一个不好的心态打工 所以就觉得打工很不开心 这次问以这个心态又可以不学得到快乐呢 多谢 大赛 他初见面发言时代 四高能四个小时 不需要各方同学 最后下 他初见面发言 你有小朋友发言时代 终于参加 请靠近 轎子 小子 平补有空 大家好 比赛已经来到尾声 在这里 我们之间留在我们白州年的师兄 曾珍晴先生所創建的狗鏡網站 是更加創立的5年後 就獲得到美國創立的肥油的主資 唉 只可惜 今天有方同學仍然覺得 在香港是很難靠創業去創出一番事業的 而正正就是有方同學 跟互報志工過分悲光的心態 創新做了一個創的觀點 再次我認為有些預料糾正 有方創的觀點 第一 有方似乎一直漏視了香港科技的進步 不斷強調在香港的創業是非常困難的 但事實是這樣呢 我相信有方同學應該清楚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同了 無論各類商品、化粧品、衣服 全部都是網店是隨手獲得的 在科技的進步 已經令到現在的青年 不需要再有支付昂貴的購租 有方又認為創業是非常困難 狗死一生失敗了就是一部清改 但在今時今日的網店目色經營 不需要加任何購租的情況下 還有有個免費的無禮 Shotline 的情況下 所投入的錢根本就不多 有方又不需要擔心 失敗想帶來的後果呢 然後有方又只是追求穩定的生活 我們今天看到有方是認為追求穩定的生活 其實是沒錯的 但是有方只是認為是追求穩定 而不去創業 是因為怕失敗 有機會失敗 風險就不去做 但其實就算他有沒有風險 有方同學都認為他不應該去做 但是創立一個企業 他只不過是一個初創業 是沒有經驗過的 而打工買落都有風險 又沒有看到有方同學提出過 建功心敗和解背的數字 即是有方同學所認為 一做就要立即做到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一件事 封住 第二 有方同學似乎又在錄黑今天的青年幕 他們說要追求穩定的生活 創業根本是沒有可能維持到的 我們認為是不會維持到的 但是如果有方同學只是部署這樣的心態 去創業我們 我想你們就未必適合去創業了 第三 有方同學今天沒有太過機關 看不到今天適合創業的客觀條件 例如香港的市場開放 可能是兩年最恐怖的時期 有個網店面上 有70億的人 有個這麼大的市場 也不會有競爭的出現 但是同時外國的企業 也都可以進入香港豐富本土的多元經濟 這樣不是更加有利 各種不同種類的創業嗎 你們又覺得 政府對創業的支持是小子留小 甚至沒有人可以拿到這個支持 在這裏只能夠為有方同學似乎 對香港的政策不太熟悉 在企業推廣上面 香港有企業支援或資助中小企業 參加相關銀行業之間推廣自身 談負面上非創業和創科都包含在內 有關創科的中小企業 如果可以申請政府的創投和總子基金 非創科類的中小企業 就可以經由工業貿易儲資 在創下取得融資 用作構置營運設備和器材 滿足營運資金的需要 甚至連營商者技術 營商技巧方面 政府也都會推出營商有的計畫 去加以照顧 其實今天有工已經證明了創業 其實有很多利署 只是予以相信青年有這樣的能力 去實踐創業這個目標 不過正如我剛才說的 因此在近八年來經濟發展最恐怖的中國 是人類西亞史上最接近 客戶需求越界 客戶心理和消費習慣的時候 所以在最後都是想奉勸回有工同學 如果不想辜負自己的大好青春和夢想 就希望有工同學不要錯失了 OK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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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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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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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欣賞你的努力、到處和在各方面的心思 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要講的是 越方方面今天有一些回應 尤其是暫時印象都是覺得 這條片看起來越方是比較有利的 在一些位置的回應我覺得是返得不好 或者是返得太遲 例如對方講的IG賞 其實你不斷地跟他說 他可能會成本很高 對方其實是在理解誌裡面 都能夠比較清晰地回應 這些位置是人家回到 你拿不到優勢 反而要去想的 都是跟上一場我比的評語一樣 這個世界是沒有那麼順利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如果這件事是那麼容易成功 就像甲方說 有很多分領 你申請就有了 有一句說過 如果是那麼順利的話 就照計所有人一畢業 就不是去申請公告 應該是去申請創業的淺然之後 創業就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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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過了十多年 照計應該是這樣的 但IG賞也是 他的門檻是低的 門檻低 門檻就會很成功 但條件不是真的不錯 因為門檻低 就是說很容易就做到這件事 一樣很容易做到的事 就很多人做 很多人做的事就是競爭激烈 所以去到最後 其實你不斷去問的時候 某程度上你質疑不到 但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 開始在IG賞那裡樣化了 一開始就是 刀仔鋸大樹 好像早餐 我早餐吃了 那間那間 雖然我一間都不懂 還有我不知道 你早上早開的 你們就馬上可以很快拿到那一餐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總之你提到這些例子 但這些這樣的例子 其實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真的可以有很多競爭者 而最後成功的人不多 而他的成功 也不會說到 他們的標準 就是差不多好像 要突破多個重圍 而其中一個突破重圍 就要買到樓 你去到自由辯論好後 最後那分鐘 甚至最後那三十秒 你才會質疑到一句 那件事就是 你做到網店 你不死就買到樓 你去到很後才會質疑到 質疑是有效的 是會有分數的 如果是負面 你就可以質疑你給你贏 我不是說輸 你看完分次才知道 你先看完分次 但是最重要的限度就是 這一場的回應是可以做得好一點 因為有些的回應 不是回不了 但是方向不完善 方向不完善 甚至是很容易被人回倒 例如你不斷說打工皇帝 如果人家的標準是買到樓 就突破重圍的話 那就不需要打工皇帝 也可以買到樓了 如果你說到打工 如果打工又不能向上流動 又買不到樓 又很慘 所以現在香港應該很絕望 沒有人買到樓 沒有人買到樓 建了樓出來沒有人買 買的全部都是創業的人才買 打工那些不行 做老師那些不是打工的 買不到樓 做其他工作那些買不到樓 所以去到打工皇帝 都可以突破 如果重圍只是這樣的話 只要你在社會上 例如你是比較有能力的那些 其實這班人 最低限度 不會是你所說的 不是那百分之十三 你一開始說 兩年後存在的才能夠關注三 而那百分之十三 當中有很多都有經營困難的 這個我明白的 因為數據那些很穩 但是這個就是好的數據 你可以說好的數據 其實我如果只不過是這樣 打工也能做到 而比率是沒有那麼低的 不會去到 只有一成的人 打工是可以買到樓 才可以有比較好的生活形勢 也不需要被人剝削 沒有去到那麼悲慘 香港社會也很悲慘 但是打工方面也不去到那麼悲慘 但是你沒有很善用自己 找到出來的資料 你去做一些標準來做比較 你是給到對手 有很多東西是港島的立場 然後去到雙方的結辯 這裡要講一講 其實我不是說雙方或偶方的結辯 你可以撿到別人的東西 或者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歸納 也都能夠用一些 大家好像耳目一身的感覺 而總結自己的主線 這個其實真的對雙方很困難 今天雙方的結辯做得好不好 自己回去看帶去看 我正確想說的是 如果你去到結辯的時候 你只是重複一些你主辯提過的觀點 主辯提過的資料或者例子 其實主辯的威力不強 但是你要突破這個情況 因為我自己那隊那些都突破不了 而我自己也突破不了 所以大家是無編的 最後一項想說 就是在雙方那方面 有些位置 雖然我欣賞你的努力 資料等等 但是有些位置你開了 以我覺得可能真的 又是會有意外生的感覺 但你會很混亂 就是大灣區 因為你負面說的是Ig Shop 然後他們的義父說 都是說 即是他們的義父說 說網店 一會就說那些 就是在那裡砌別人 我穩定的 是穩定的 你砌了很多東西 對的 但你不要忘記 其實你有一個好 你主臉 你說得這個位 因為現在一個 就是大灣區的計劃 都是香港現金經濟環境的 香港獨有的形勢 這一個是你主臉開了你想用的 但是你負面又完全沒有去到 然後見面突然 一會有一個大灣區 你真的提醒我 其實你先留下了 或是你掉了一些觀點 所以這方面 也可以以後的比賽 大家 你的策略是要 你主臉定的策略 你要做 你的負面要支援主臉的策略 要支援他的觀點 不要那麼容易走掉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那個主戰的威力都會選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大家可以再問我的意見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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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評判也說了很多 我也說了一些我自己的觀點 我剛才評判所說 是我們所有隊伍都有預備的這場比賽 所以對於相關的打法 我們從中都會有學習 我自己也是 對於革方來說 我覺得是難打一些的 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一直在預備的過程 我覺得如何論正創業 一定是好一些的 對於今天的革方 還有一件事情是欣賞的 除了剛才評判說 你們懂得聚焦在那個經濟環境 去扣提 現在如何適合創業之外 有一個概念 我覺得你主題 又不太出的 但去到中後場 我聽出的那個心思 就是你想說 對剛才你青年的定義是寬一些 21至40歲 第二 你沒有說過一畢業一出來 沒有經驗 沒有能力的情況 大家就要即時創業 我覺得這個是有花心思的地方 甚至可以承認 一開始就打工 雷徵到財富 人脈 資金 有本金才去創業 這個是好的 但為什麼主片包裝的時候 又聽不到 你一開始那個主線 是想說這個概念 第一個 我覺得是跟上你們的心思 第二 就是你們嘗試去告訴別人 我們不是由那個 成功的人數去判斷 到底是 最後成功地去找到一份工作 穩定地工作的人多些 還是成功創業 然後支付的人多些 你們嘗試不是比較的人數 你們嘗試的概念就是 在這個年齡層來說 值得去試這件事多些 到底我作為一個青年人 我是值得選擇去打工 然後就做事做一輩子 還是我值得去搏一搏 就算最後搏輸了 那大家還是去分別去打工 這兩個概念 我覺得是印象 但是可惜的地方就是 你們不是很連貫 和不是一開始主片 就很清晰讓我聽得出來 想說這些事情 你們是散落了在負面 或者是自由變論 或者是公變 因為在不同環節裏面 我聽到你有這個訊息 但你又不是清楚我這兩件事出來說 如果你堅實一點 這件事就是你主打那兩個位置 我覺得有某些反方對你的質疑 你可以回應到 因為反方 我這裏就講少許反方 因為反方今天 很集中講打工的一些問題 你說打工其實是穩定 就算我份人工是不高也好 增長不多也好 終於我反方就一定有收入 而且我一定會找到工作 所以理由低 但是作為年輕人來說 你根本沒有什麼半監 沒有什麼條件去創業 而且失敗機會很高 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成功等等 所以其實反方的整個重點 就是想說打工是一個較為穩定的職業 在這個層次上 反方的確是論證了穩定性上面 打工是更勝創業的 但問題是反方 他沒有再進一步去解釋 為什麼對年輕人來說 或者在現今的香港經濟環境來說 穩定性是應該作為一個最首要的考慮因素 即是他是論證了穩定層面 打工是贏的 但他沒有進一步去論證 為什麼穩定性對年輕人來說 就應該是他首要的考慮因素 以至他覺得只要穩定性是好一點 就應該成為一個凌假性的因素 所以打工就更勝了 如果你要回應 安定性是否應該站在青年人的立場來說 你是否大方承認打工是穩定的 但對年輕人來說 就應該是他博和嘗試的階段 因為這個已經是人生當中 唯一一個最有條件去視的地方 其實主編有15個這個概念 就是講年輕人更有條件 因為你的QY是問什麼 QY就是問 到底反方是否覺得 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創業呢 如果你要創業 為什麼不是青年這個階段 你又有這個意思 但你主編問完 後場又是完全沒有再打過這個位 所以我覺得 你又不是完全沒有 扣緊到便提所說的青年 但是一句起兩句字 我聽的時候 就只能聽到你們很零碎的這些訊息 而不是很完整的一條主線去攻擊 我覺得這個就是 正幫你有些很好的點字 但沒有一個很有效的發揮 反方整個發揮我覺得是穩定一點 前後的運用、攻擊、內容上面 是更加 consistent 不過我認為反方對於經濟環境的論證 真的比較少 因為你們說很多是本質上青年的問題 以及本質上打工的無處 因為打工本質上一定是穩定創業的 無論有沒有經濟環境都是 就是很少有個情況 打工是沒有創業那麼穩定的 不合理的 這個一定是 本質上青年就沒有經驗、沒有資金 這些都是 但是在現在的香港經濟環境裡面 會不會惡化這些東西呢? 基於年青人沒有這個資本的特質 普遍人都沒有人物和人身穴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現在的香港經濟環境 對於這一類的青年特質來說 是特別不支持他們的創業 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的經濟環境就是 租金是極高的 人力成本高 租金很貴 還有很多經濟環境 香港有很多大型跨國的企業 壟斷了很多的市場 根本上年青人 如你所說 在他們那種的條件和特質之下 他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能力、資本和競爭力 和已經被壟斷的一些大型的財團來競爭 70年代香港不同 70年代基於處處就是因為 市場又沒搞惡 很多都是經濟起飛的初步階段 又不需要很高成本就可以創業 很多年輕人就可以白手添加 但現在香港沒有這些條件 我覺得其實反方絕對可以 用現在香港的經濟環境去解釋 即是不非凡青人去創業 你可以說正方說的這些經濟環境 是有利一些的營商的條件 即是說 不足多少年是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 有利一些人去營商 不代表有利年輕人創業 我覺得有利營商是誰就是沒有帶入 那就一舉大財團 大財團交數很少 不代表年輕人走入商業市場 可以敬佈他 即是我覺得有很多時間 大家可以聽得清楚些些 到底他在說的那些所謂環境 那些的因素 是不是真的有利年輕人創業 這個概念 還是只是有利營商 而營商開的大財團 你可以是不利青年人走入 這個時候都可以 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嘗試回應多些情況 構成面題的前庫部分 另外再說一些 就是在想這條題目 大家都可以想再闊一些 就是 雖然是講現今的香港環境 但其實你想想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 有時候說 可能現在很多新興的產業會出現 譬如一些的 AI會取代人手 繼續打工 其實很多 即是如果我們只是去做一個打工仔的話 其實很多職場上的職業人員都會被取代 所以現在最輕鬆的就是 可能就是要有些創科的發展 是講創意 是講新興產業 是講這一類 如何透過自己去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你才有可能可以在 黎晨這個競爭環境裡 接力而出 而這件事很大機會 不是靠打工去達成 因為靠打工很容易是 你的知識或者你的技能 是會很容易被取代和倒派的 你一定要嘗試去自己 想一些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軟件設計 創新科技 才是最值錢的一些行業 再加上一間盆難又低 你正方所說 無論你搞電極也好 搞創科產業 大灣區也有很多創科的機遇 我覺得你可以多說 整個環境發展的趨勢 從而去解釋 為什麼創業是一個 比較值得去嘗試的出路 我覺得對正方來說 會有利一點 不過這個就說得闊一點 都不是你今天雙方討論的關鍵 不過想的時候 可以再想得宏觀一點 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和環境 去想想會不會有些事情可以說得到 這樣 這就有些看法 希望雙方可以進入了 好 謝謝 謝謝 主持人示範 請請請請請請請 我 鍾薯文學 PhD 系統 謝謝 不錯 剛剛倁 Move們還說了很多 ematics 最起碼 上次就要說些讀證 和事情 Loadandi 我跟大家omnia 先說各方 正如剛才提供的討論 很多數據的運用物論證 就是要小心 即所謂 例如你們說中小企業稅收多了 營商環境報告、低稅制之類 但你們說這些,我會第一時間填問題 關於創業什麼事呢? 營商環境報告做三次站很多錢 不代表我們入零開始去創一間公司是好的 兩件事是很正的關係 加上方,就算你論證好創業是好 青年創業是好 這些很多的關係,你一定要加上論證來 你不可以就這樣搭這個理法出來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回應你們怎樣去論證 關於你們如何處理變成青年的指引 因為你們去到一副的時候 公辨的時候,就說青年只不過是個人因素 其實就這樣說個人因素,我會有疑問 因為如果青年成功、失敗都是個人因素的話 其實你創業都一樣是個人因素 你成功是因為他本身有些人來 你說他有市場出國,他有國際視野 他本身特質是這樣,所以他就創業成功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論證經濟、懷經和青年利益都沒有意思 即他成功都是因為個別因素 都是因為他本身成功 如果是這樣,就不管哪邊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都要小心 還有,關於青年去到二副的時候 如果你們出過早餐三間網友的例子 其實我也是有很大的疑問 因為你們說那三個IG商店 初創門牌是有三個媽媽 然後你就說家庭主婦坐在那裡不大 其實我一聽到家庭主婦 我們會移民是否青年 即如果他在媽媽昨天生了小朋友 家庭主婦的時候 那他還是不是青年這個範疇 雖然你說年齡去到四十歲 但我都會有這個疑問 即如果家庭主婦青年 一般就這樣聽我覺得有點不甜蜜 還有到最後第三點就是關於你們 自由辯論的時候的一些回應 因為始終你回應得很快 很多時候那些回應已經很仔細 例如你說兩萬元起家就會成功 因為有GoGoFan 但其實你當時是說網店 網店是否就可以做到 像GoGoFan一樣吃飯的生意 即是網店的性質 和你真的做得很實體的生意很不同 網店很多都是小本經營 網店是否真的做到你們所講答案而出 那我都期望你們 即是有些實質的數據可以認定得到 然後就說一說月方 月方就是 數字上 都是 個運用都是有些問題 即是例如你說 打工皇帝的數目多了 那麼我第一時間問題 那有多少是青年 尤其是今天你們將定義 責到是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 你們說很多只是求學階段 那麼求學階段和打工兒帝 這兩件事是拘捕的 即是他們連做事都沒出來做事 還要做到打工兒帝 那他們要多少年才能做到呢 是不是一青年 二十四歲 不做完兩年出來 我就可以賺到過千萬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會有傳到很大的疑問 而至於當你們去講一些 失業率的問題 工資的時候 我會期待聽到 青年失業率是多少 或者青年到三畢業出來的工資是多少 即是如果你在整個經濟環境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你們都很出現青年的問題 只是說整個經濟環境二業 打工穩陣一點 打工人工多一點 或者福利好一點 保障好一點 那你們就始終 我覺得雙方 對於資料環境上 要針對面體 例如青年 或者經濟環境 這些事情在環境上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是的 那麼我評論完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華南銘先生 現在又來宣布錯果 首先是最佳評論員的獎項 今日的最佳評論員 是岳芳、岳芳、李賴玉銘海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0票 而反方得票為3票 會員之由岳芳、岳芳、岳芳 謝謝 謝謝